穿著黑衣黑褲的男子走進營樓 假裝是客人 等老闆一拿出金項鍊 他搶了就跑 老闆當下也很錯愕 一條價值16萬多元的金項鍊 一個瞬間就沒了 他活速報警抓人 好 請你配合 你要反抗喔 嫌犯在彰化搶營樓後 搭著計程車北上 先到台中變賣換錢 最後在苗栗三億的交流道下 被逮捕壓制 那欠錢是誰的 22歲的趙敬男子 一是借錢玩錢賭 欠下500多萬元的賭債 為了還錢 他選擇搶營樓犯案 據我們了解 他既欠這個賭債數百萬元 營樓挺而走險 放下本分局的一個營樓搶案 今年四月 他已經在台中西屯的一間營樓 搶走了六枚的金戒指 後來又到彰化搶金項鍊 年紀輕輕不學好 沒工作 選擇借錢簽賭 欠債後挺而走險 搶營樓還錢 現在得進監獄 吃老飯 第二次是陳彰化採訪報導